四個你不知道的Doors更新小秘密 十字架其實是可以在床附近旁邊的牆壁上找得到的 我之前還有在桌子上面找到過骷髏喉鑰匙 第60扇門的房間有個隱藏的入口可以讓你去打隱藏結局 裡面有超級難的1000扇門關卡 跟截然不同的各種怪物 但是如果你全破的話 你就可以獲得一個超級作弊的平板電腦 它基本上可以透視所有東西 假的門其實根本不用記住門的號碼 你只要緊貼著門旁邊的牆壁仔細聽 如果是假的門的話 你就可以聽到一個低沉的怪獸聲 第100關的地下室其實有個時空裂縫 它可以讓你儲存任何東西 你只要把你想要儲存的東西放在這個時空裂縫裡面 你就可以在下一場的起點拿回那樣東西 包含平板電腦也可以